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女演员曲家安的老公 中国男星于小光 因为被媒体拍到 与一位女性的不适当行为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该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榜的一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根据媒体报道 在聚餐结束后 于小光上了车 接着一位穿着绿色衣服的女性 也跟着上车 于小光搂住女性的药 女性直接坐到于小光的腿上 玩手机 因为曲家安于小光夫妇 在出演韩国综艺节目 统舱一梦二后 收到了非常多韩国网友们的支持 所以这个消息 真的是让很多网友们都非常惊讶 虽然也是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不觉得这是很奇怪的场面呢? 先保持中立吧 这个动物都这么不清楚 脚对也很奇怪 可能不是坐在膝盖上 只是为了坐到旁边座位的时候 暂时坐上了而已 不是,关系好的话 也可以暂时坐在腿上啊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表示 看影片的话 明明是搂着要让他坐的 还护航 女的也很自然的依靠着坐了 不是,有这么多人在看 还能这样真的无法理解 是不是疯了 在统舱一梦 我只看了这对夫妇 看起来很幸福很羡慕 听到有孩子之后 也是替他们开戏 哇,这人设真的是不可信啊 他在中国也被骂 就表示在中国人的常识下 这也是不正常的 还有人去护航 你去想一想你爸爸或者是你男友 让别的女生坐在他们的膝盖上 你们也觉得没问题吗? 在中国大家都在骂 担心曲家阳 为什么韩国人在这里护航出轨呢? 你们以后不要再说 外国粉丝只知道护航什么的了 然后在今天中午 出家用于小光的韩国经纪公司 发表声明表示 这是有月份与朋友聚餐后发生的事情 在影片中出现的人 都是连家人都会往来的 关系非常好的人 但是就算关系再好 对于做出可能会引起误会的部分 以后会更加注意的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车上真的没有座位的话 是可以坐在异性朋友的腿上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目前在韩国爆红的舞蹈 Zero Two Dance Zero Two Dance本来有很多版本 但是关于这个历史 今天就先不说了 总之现在是因为日本动漫 Zero Two Dance的Zero Two版本 这个舞蹈在网络上爆红了 Zero Two Dance就是把双手放在头上 一直左右摇摆屁股的舞蹈 高中生 小学生 著名直播主 卡通角色 所以今天大家就在认识的韩国人面前 跳一下Zero Two Dance 如果对方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就要用非常夸张的表情反问他 一下子把他做成赶不上潮流的人 下个休息室 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的频道 好像是每天用一分钟来散播小知识什么的 不能否认确实是蛮有趣的 然后这个频道现在正在做一个把点赞数 倒赞数做成一样的挑战 所以平常不喜欢那个什么叫DingQ的黑粉们 赶紧去点一个倒赞刷你们的存在感 然后顺便订阅他 这样才能及时的去算他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说到长得帅的女爱豆 你会想起谁呢 这是在韩国论坛的一个贴文 我整理了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做成了排行 这位公文소년 미아 八位 마마모 문별 七位 블랙핑크 리사 六位 우주소녀 은서 五位 오마이걸 지호 四位 아이들 미니 三位一级 류진 二位 아이들 미니 一位是获得过半数票选的twice 청년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